十二號林志傑 所以勇士隊在這個組合當中 反而可以可能好好運用一下他們在進軍的優勢 好 裁判要再討論一下目前球權的歸屬 凱彥在一開始針對傑哥的防守 目前的對戰上面就沒有這麼在防守段上面 沒有那麼容易輕易讓對方做動作 四分鐘 國王隊只得到三分而已 林志傑 蔣強 真勝 哇 今天這個是 他在打人的部分 現在志傑的切入上來 不然是沒有去做協防 看看這個區域防守 阿米 又被志傑剝掉 是 這應該第五次了 對 應該自己去做改判 志傑再拿到進攻籃板 打打小修復 是 現在我是有點被放頭的感覺 真的 阿米 這個背後運球被桂宇給判斷到 球 差一點 沒辦法救回來 是 現在這個 在前幾場沒有發生的一個狀況 又是一個超傑 又是庭恩 超傑之後的快攻 周桂宇跑在最前面被罷過 但是王柏智也被吹了犯規 哇 基本上 這場比賽的空檔都相當大 哇 傑哥 野獸 傑哥 傑哥 既然面對籃框打不掉之後 他想要去做背打 他交給後面 平安 好 藍底下也有 富邦勇士這邊都表現得相當優異 哇 又是一個失誤 小福的跳投打在前框 野獸抓下進攻籃板 三分線拔起來四走 見 林智傑 單手撥給了野獸 再要回來 打進去 哇 他跟小福一人吃一個 是 好 能收到賴靖雅的手上 對 在三分線的一個對位上面 必須要對上來 讓接下來的對手都有點害怕 感覺又回到過去的勇士隊 鄭桂宇 先入進去 燒一響 讓整個 防守端上面 沒有讓國王隊突破在八十分的位置上 OK